不知道螢幕前的各位,有沒有環島過? 對今日的台灣人來說 環島是眾多旅行台灣的方式一種 而我們也可以選擇各種的交通工具 從 自行車、鐵路、公路甚至 徒步 都能在台灣這片土地發覺許多深刻的回憶 受惠於近幾十年來交通工具的快速發展 今日環島的地面交通方式 最快甚至可以在幾個小時內完成 但大家可曾想過在沒有高鐵 以及公路運輸也不普及的日本昭和時代 環台旅行究竟會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會花費多少時間 也會搭乘怎樣的交通工具呢? 今天這集IF聊天到 我們再聊聊日本時代的環島旅行 就要我們收拾好行李 大部分都說 我們開始囉! 開始這次的旅程 我們先了解當時台灣鐵路的背景 時間回到日本統治台灣的1930年代 在此之前台灣總督府藉著完成中貫線、宜蘭線以及花東線鐵路的工程 讓台灣長城旅行並不再那麼的漫長與遙遠 其中除了花東線鐵路是部分產業鐵路改建 使用762毫米的載軌形式以外 宜蘭線、中貫線與淡水線等等直線鐵路 大多還是以1067毫米的規格興建 這些路線也構成戰後台鐵局的路網 而除此以外 台灣大多數的交通建設也圍繞著兩點 一是盡可能開發台灣資源 因此台灣有著密集的客戶運產業鐵路 堂鐵與零鐵的規模更是空前廣大 第二點 也在於改善台灣基礎建設不足 對發展造成的阻礙 因此像是縮短了台北與高雄兩大都市間距離感的中貫線 也能說在大時中貫線算是上個世紀台灣人眼中高鐵般的存在 接著我們把自己想像成來到台灣的外國遊客 從基隆下的船 要怎麼樣用最快的速度 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環島旅行呢? 基隆坐上了一班開往高雄的列車 這班於8點27分由基隆發車 經由海線開往基隆的特級列車 是當年堪稱高鐵的最快班次 沿途將停靠 八渡、台北、桃園、新竹、竹南、大甲、彰化、園林、二水、斗六、斗南、嘉義、新鷹、番子田以及台南站 並於下午4點27分抵達高雄 這段長達8小時的鐵路旅程 看進西部平原、秋陵風光 看著當時臺灣遍布的甘蔗田與稻田 或許也別有一番風味吧 如果以時間最快的方式環島 那下次後10分鐘 我們就要搭上下一班列車了 在時刻表中成為潮州縣的列車 也就是今日的屏東縣鐵路 這班於4點37分由高雄出發 晚上6點左右抵達這次旅行的第一個休息地點 潮州車站 看著第一天的行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浮現 哪個班次的台鐵列車呢 接著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的行程可是很精彩的 今天我們要去往台東 等等1930年代的南迴鐵路 今日的南迴鐵路與1990年代才通車 而台九線與南迴改當然也都不存在 這時的我們要在潮州搭上一班看望台東的 台東自動車會設客運台東縣 在可能可以吃個早餐後的9點40分 從潮州發車 經過四重溪溫泉 恆春乘基 阿朗伊熱帶植物林 大五海岸與資本溫泉等熱門景點 於晚上8點抵達台東站 這樣的行程看待今日雖然難以想像 但繞到恆春與中央山脈並行 這點以當時的技術與路線品質來說 花費10個小時並不是稀奇的事情 因此我們也要感謝今日南迴公路與南迴線鐵路辛苦的開路人 讓我們今天可以在一天完成環島一周的旅程啦 昨天的台東 艷陽一如既往的高照 我們搭上台東線鐵路 這段由產業鐵路輾轉改建而成的路段 跨越陸野的丘陵 縱古美景 盡收眼底 如果不想慢慢晃 搭上6點27分的特級列車 請靠陸野 李龍 時尚 大莊 玉璃 瑞瑞 瑞瑞 瑪泰安 鳳林 豐田 壽 吉野 與花蓮 港 我們一路抵達近日的花蓮市區 欸其實蠻超乎我的意料啦 花都現宅貴有特級列車 聽起來自然是超級違和的啦 行程居然花了6個小時就完成 對於當年來說應該算是很快了 接著我們就要來進行這次行程中最刺激的路段 由險峻的清水斷崖 深邃的泰魯的峽谷 還有北迴 欸不是 北迴鐵路是十大建設時期的事情 因此我們這次要搭上東海柯運路線 從花蓮港前往蘇澳 那時蘇澳可不是今日被眾人拖棄的茫長線 而是當時來往花蓮最重要的轉存站 更是宜蘭縣鐵路的發車站 因此搭上這班柯運 跨過險峻的地形 在4小時左右 迪拉目的地蘇澳 為什麼說4小時左右呢? 在那時蘇有完善的時間制度被引進 但是因為技術與外在因素影響 這趟行程不論公路還是鐵路 都很難準時抵達 更不用說變因很多的蘇花路段了 總之就假設我們有平安抵達蘇澳 接著就是這段旅行的最後一部分了 從蘇澳搭上開往基隆的宜蘭縣列車 在當時大多數來往台北蘇澳間的宜蘭縣列車 都會在基隆進行折返 因此我們得以直達基隆 我們將沿途停靠羅東、宜蘭、礁溪、頂雙溪、喉洞與巴督站 回到基隆之後 重新回顧耗時5天的旅程 想問問大家對日本時代的環島有什麼看法 請在現代的留言區多多分享一下吧 我們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囉 按讚訂閱多多支持 我們下次見 掰掰